HELLO 大家好,我是世夢六 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Super Console 開發上新推出的遊戲機 又超級他們家前者的一個作品 那你們不瞭解 Super Console 可以先參考一下 Lie O過去的一個開箱影片 完整的一個介紹 那也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Super Console 這個遊戲機它的概念 基本上市面上有非常多類似的機種 原則上它就是把一套復古遊戲機的系統 塞到一個機上盒的一個架構裡面 然後讓它去做一個遊戲的一個操作 那就是透過機上盒跟系統之間的一個僵容性的部分 能夠讓遊戲的執行能夠更加的順暢一點 這個概念就很像早期的這種落地接機 它基本上也是用大型的電玩機板 但後來你會發現它們都改用成月光寶的主機板 那一樣可以塞在這個框體操作 那會做成月光寶的主機板呢 顧名思義就是希望它的遊戲能夠更豐富多萬化一點 那在 Super Console 這樣的遊戲機也是一樣 那它的開發商是在國外 國外就很喜歡這樣子 就是把所有的模擬器呢 做到系統上面再塞到機上去操作 用意的很簡單 就是呢就不用像電腦一樣跟手機一樣 要去執行這麼多模擬器 要做一些整合會比較困難一點 再來就是把它做成機上盒的好處呢 就是因為它就是一台機上盒 所以它很好攜帶 而且它只要連接到電視 HDMI插上去 USB再插上一個無線手把呢 就可以做遊戲上的操作 所以我覺得它的機能性跟便利性是比較強的 所以這類的產品一直在市場上 都受到很大的一個青睞 所以說它們越出越多 現在已經賣到最新一代的機器 那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這一次用的機器呢 選用的這個機上盒是 B-Link推出的型號是GT-King 那後面可以看到它的型號 那比較大的特色就是在它這一台的 技能來講非常的強 它用的CPU是S92S 然後用搭配4G的RAM跟64G的出生空間 它的硬體之間的效果會非常好 基本上Super Console 也有這個GT-King的版本 它只是一套這個系統軟體 然後搭配不同的機上盒 那這一台跟前置有什麼差呢 就是它的硬體來講比較強 白話一點來說 就跟電腦的4核心 8核心 16核心的CPU一樣 就是核心越高呢 它的處理性越好的情況下 執行起來就會更順暢 那像前者的部分 它的模擬器的話 大概就只有支援到50款左右 那這一款它已經有支援到60幾個模擬器 而且模擬器的種類呢 就基本上它多數都可以模擬 但是它的性能會比較好一點 舉例像是 在前面的Super Console機器的話 如果你玩Naromi 或者是SEGA Saturn 或者是PSP的模擬器的話 你可能在某一些遊戲上是 沒有辦法達到全數的一個執行 因為它的硬體的 這個等級不夠 那這一次的話 它出了這一款新的 就是可以完美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呢 能夠解決這樣子的順暢度的話 勢必它的預算也會比較高一點 不過我必須講一句就是 以目前呢 把機上盒做成附遊戲機的系統 要是效能最好 而且CP值又符合的情況下的話 這一台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即便它比較貴一點 但是以它這樣硬體 搭配起來的效果跟它的價格來講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接受 不過這部分就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不會玩像我剛才提到那幾個模擬器的話 基本上你也不用花大錢去買 買前者的Super Console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好那這台機到底能夠執行什麼樣的模擬器呢 我們就把它連接起來看一下效果 好先帶大家看一下它的配件的部分 GO 好配件由左至右的話 依序是選購的USB無線手把 還有機上盒的使用說明書 遙控器的說明書 還有一個系統切換的小卡 再來是HDMI的連接線 主機一台 遙控器跟電源線 好那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機上盒的部分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機上盒的部分 前面會有一個 B-Link的一個Logo設計 前面還有一個酷的造型 而且它開機之後這邊會有綠色的眼睛 會有燈光非常的酷 那側面的部分帶大家看一下會有兩個USB30的接孔 還有一個記憶卡槽 那記憶卡的部分呢 特別跟大家提一下 Leo選購的是一個256G的一個版本 好那 這個部分呢 它所有的 復古模擬器的系統 還有遊戲全部都塞在裡面 所以這張卡只要插到這個機上盒上面 它就是一台厲害的遊戲機 可以做很多遊戲上的操作 但今天如果不玩遊戲的話 你把它拔掉 它也可以當作正常的機上盒做一個操作 所以它是一個 雙系統的概念 那它就算當機上的使用也是非常強 因為它用的是S92的 CPU 而且你可以從側面看到它還有支援Wi-Fi 6 後面的接孔也是非常的豐富 有AV 光纖 RZ45融線網路口 HDMI USB2.0 跟一個電源連接孔 所以它就算存當機上了它的硬結 跟這個機器的一個效能來講也是非常的棒 不過今天主要還是帶大家看一下遊戲系統 所以我們就連接起來 看一下它的遊戲概念吧 Go 好現在Leo已經把它連接到家裡的電視了 那非常簡單就是把機上的通電 HDMI接到電視 然後插上USB手把 我們這樣就可以做遊戲上的操作了 非常方便 好那現在目前測試的環境呢 Leo用的是一個家裡70吋的一個電視 而且它是4K的部分 給大家測試 那特別提一下就是因為有些人會擔心說會不會 這樣的遊戲機在大電視上會有破圖 或者是畫面上的比例會有問題 所以這邊就用大電視給大家測試 再來就是4K的部分特別提一下 因為有一些復古遊戲機的系統的話 在4K的電視上它是沒辦法相容的 它可能會 畫面上會跑掉 或者是可能只有四分之一 因為它可能沒辦法支援到這個解析度 但是在這樣比較新型的一個復古遊戲機的系統上 它是沒有這個問題 都是可以正常的做一個操作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 介面的部分 好首先帶大家看一下第一個呢 它顯示是它所有的遊戲數量 大家可以注意看右下角的數字 它裡面顯示 61,377個遊戲 不要懷疑你的眼睛 它裡面就是有這麼多遊戲 那你可能很好奇說為什麼裡面有這麼多遊戲 我們可以透過手把往右移動 你會發現裡面其實呢 它裝載了非常多的模擬器 基本上就是50年代到80年代的 各式的一些老舊的復古模擬器 你應該在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那大部分的遊戲的部分 其實本身就不佔據太大的容量 所以256G的卡片來講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塞到6萬多個遊戲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呢像有一些比較大型的模擬器 像PS啊 PSP啊 或者是像SEGA 殺人等等 它的遊戲的容量就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它裡面是有放 但是可能沒有辦法收集得非常的完整 但是一些多數的2D模擬器的話 基本上它裡面是放得非常的完整 那先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可以按一下STAR鍵的部分 點進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選單 那你可能會好奇裡面有什麼模擬器 我們可以在遊戲合集裡面點進來 這邊可以看到第一個 顯示遊戲平台 我們按進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上面有非常多的一個模擬器 那往下拉你會發現像 街機啊 雅塔利啊 卡普空啊等等 往下拉你就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模擬器 那我稍微往下跑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好像任天堂的模擬器也是非常的完整 還有Panasonic 那這邊往下拉還有SEGA 那裡面總共就是涵蓋6的幾個模擬器 那你仔細看它右邊會有打勾的圖案 代表就是有顯示在前台 就是剛剛我在首頁的部分 可以一直往左右移動的部分 那如果有一些模擬器 壓根就不會有玩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從這個地方把它去鉤 這樣呢 前台就不會顯示 所以它操作是非常的彈性的 然後再來我們往下看還有一些操作部分 大家可以從字面上去了解它的意思 就不花太多時間介紹了 比較值得一提的就是說 像遊戲設定部分點進來之後呢 它就像你在電腦執行遊戲一樣 你可以做比例的調整啊 包含你可以調整解析度 或者做縮放濾鏡等等的控制 所以它其實不是一台單純的復古遊戲機 它是一個很完整的 包含它的功能跟細項的部分 都可以做很多參數上的調整 再來就是控制器的部分也特別提一下 像Liu目前用的是一個無線手把 我們往左右移動 它可以看到它這邊 模擬的是一個XBUD360的狀態 那這邊有P1到P8 代表它可以支援8個這個遊戲 當然這個部分就是看遊戲的數量 有沒有支援到這麼多玩家數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很方便就是你可以把它設定手把是在1P 或者是2P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去做調整呢 因為它支援不同的USB的手把 包含上面有配對藍牙的裝置 意味著它也可以支援藍牙的手把 所以你可以設定譬如說常用的手把 是在1P 然後有可能有玩家有自己想要的手把 那就可以個別設定在自己的一個位置 所以它是非常方便的 這部分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再往下拉 不然也可以針對聲音的部分 去做一些細節上的調整 最後呢就是比較重要就是系統設定的地方 這邊有語言的部分可以去做選擇 因為這台機器是國外開發 其實它語言文文字是英文的 但是你可以在語言的部分呢 調整成正體 就是所謂的翻體中文 這樣看起來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再來呢它遊戲的介面的部分 就是我們從這邊點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 像這是Neo Geo的遊戲 你點進去它就會有 遊戲的封面罩 包含右邊的話也會有它的一個 遊戲的一個影片的概念 那因為是國外開發的 所以呢它的遊戲名稱呢 基本上都是原文 英文的 不過呢你就算看不懂英文也沒有關係 右邊還是會有它的一個 遊戲的預覽畫面 所以你可以從畫面上 或者是在選 遊戲的過程中可以從這個首頁的圖片 去快速知道說這個是什麼樣的遊戲 當你確定要執行的時候再按進去 它就會自動幫你切換過去了 那它厲害的地方就在於 你可以看一下它有 這麼多的 模擬器都幫你整合在這邊 所以它勢必會比你用手機 跟用電腦操作來講 更加的 方便輕鬆 那我就稍微呢 點進去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每一個模擬器都有 非常多的遊戲 那可能沒有辦法全部跑完給大家看 因為裡面有6萬多個遊戲 不過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 它模擬器整合得非常多 所以這樣的機器就是適合你 有可能就是喜歡玩復古遊戲但你又不想要花時間整合 或者是說呢 你本身就對 復古遊戲有濃獲的興趣的話 那我相信在機器你應該會找到很多 兒時的記憶 童年的 懷舊的一些內容的部分 而且呢 可能你小時候玩的時候沒有辦法花大錢 把它破關 但是呢 在這個機器上面它基本上都是 可以一直無限續關的 所以很多的 以前的遊戲的話就可以在這個機器上面 輕鬆達到破關的效果 而且它就像你現在畫面上看到了 它可以在 大電視上面去做操作 所以在家裡其實要跟這個家裡的 大人小孩一起玩其實也是非常棒的 那這個機器的部分的話最多可以支援到 8個手把 但是事實上 多數的遊戲的部分大概都只有 兩人 單人 甚至最多到304人而已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你可以準備 4個USB手把再加上一個分解器 就可以在家裡 達到這個多人遊戲的概念 就有類似現在大家 比較喜歡玩的Switch那種概念一樣的 就是可以多人同論 那它模擬器真的太多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給大家試一下 那先特別提一下測試前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模擬器的話基本上都是非常流暢的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在其他機器上面沒有辦法完美去模擬 像是 DC SATA SATUN 或者是NANOMI 或者是 PSP等等 所以我們主要會測試這一類的模擬器 那其他的部分我就不做測試 因為基本上它是一定可以執行的 那如果你很好奇它可以玩什麼的話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利尤前面的那個 Super Console的一個介紹 其實裡面有非常多完整的一些說明 那接著我們就來做一下就是 PSP的遊戲測試 好利尤現在目前執行的是 PSP的模擬器 而且我把它的這個模擬的 倍數調到非常的高 畫面來講已經是完美的還原當年的 畫質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七寸的畫面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 十幾年前的遊戲 其實畫面上還是 看起來還是OK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遊戲的 執行的一個流暢度 基本上 開到全數的情況下 雖然右上角顯示的幀數只有30 但是大家可以從畫面上看 它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延遲的問題 包含聲音的話也是 即時的輸出 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些 性能比較差的 復古模擬器上面的話 你執行PSP的話 可能就要把它的那個 PSP的倍數調的比較低一點 就是讓它的模擬的效能 減弱它才有辦法順暢的執行 但是我目前把它開到非常高的情況下 你可以看一下畫面上 它顯示還是非常的OK 所以說在922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執行這樣子的 模擬器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沒有太大問題 就是你可以去執行 你自己想要玩的一些 PSP的模擬器 其實它操作起來是非常OK的 大家可以從畫面上感受一下 包含我們現在用選單的部分 去做調整 它的控制都是 沒有太大問題的 那我們就可以再做其他操作 好那我們再試一下下一個模擬器 好現在Leo挑的是 SEGA的這個 Nanomin的模擬器 這也是很多復古遊戲機 帶不起來的模擬器之一 因為它非常的吃效 所以很多遊戲呢 就算能夠開的話也是非常卡 但是在 這台機器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它運作起來 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大家也可以聽聽看它的聲音的部分 那因為這遊戲算是比較久了 所以 它的畫質可能沒有辦法跟 現代的遊戲來做一個比較 不過呢如果你是 童年喔 年輕的時候就是玩過這樣的遊戲的話 其實你應該會非常有感觸 因為這就是我們 小時候在玩的 小朋友可能不懂 但是呢 爸爸呢 其實年輕的時候在電動場 玩這些遊戲也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這個遊戲其實它是蠻有 就是當年的這個味道 大家可以從畫面上感受一下 那基本上 這台機器運行 這個Nanomin的模擬器來講 是非常順暢 所以你可以執行很多 自己呢 年輕在玩的一些Nanomin的遊戲 那機器的部分也是 支援你可以自己呢 加入自己想要玩的遊戲進去 你只要 找得到遊戲的這個Long的部分的話 都可以透過機器的部分來做一個操作 那控制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 再來就是呢 遊戲操作的過程中的話 也可以透過 選擇跟開始鍵的部分呢 做一個快速的退出 退出之後呢 你就可以 離開這個遊戲的部分 再去選擇 下一個遊戲 像剛才的執行就是這個 Nanomi的模擬器 你可以看到裡面還有非常多的遊戲 基本上它執行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再挑一個格鬥遊戲來做一個測試 好接下來大家看到 也是Nanomi的這個 生死格鬥的 遊戲執行 基本上運行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包含聲音的部分大家也可以聽聽看 就是非常的全速的執行 好那順帶一提呢 在遊戲操作過程中的話 你可以透過類比搖桿的部分 雙按這兩個類比搖桿 按下去之後呢 它是可以跳出一個模擬器的選單 那這部分的話可能大家稍微 可能要爬完了解一下 這個選單裡面可以做一些存檔 加速 金手指 包含一些按鍵修改的位置等等 都可以從這個 內部的選單裡面去做一個調整 它其實算是非常豐富的一個 模擬器的一個架構 只是說呢因為 功能非常的多 所以可能 新手接觸的話可能要稍微花一點時間去學習 虛擬之後你就會發現其實這台機器有很多 好玩的地方 好那 節省大家的時間 我們接著再來試一下下一個模擬器 好這樣我們來執行一下 Sega Saturn的模擬器 這跟Nanomi的概念是相同的 在很多遊戲機上面的話 這個性能是比較難模擬的 因為它對效能的要求也比較高一點 好那一樣大家可以從畫面上感受一下 那我挑的是一個 足球的3D遊戲 它是比較吃效能的 好那這是1995年 已經算是 歷史非常悠久 20幾年前的遊戲 那大家還是可以看一下它的 運行的一個效果 基本上是全數的執行沒有問題 而且它的所有的畫面都是一體的 都是非常流暢 大家可以從畫面感受一下 畫面的部分執行的都是非常流暢 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畫質的部分的話可能現在小朋友看會不太習慣但是 就是當年其實我們玩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那在3D的性能表現來講它的執行是非常OK的 包含像我有執行過 像Nanomi的VR射手來講 它其實也是 畫面來說也是非常OK 那一樣是可以透過這個選單裡面去做一些 細節上的一些調整 都是沒有問題 中間要暫停也是OK的 大致上它的操作就是這樣子 那一樣呢按一下選擇跟開始 快速按下兩次呢 就可以離開這個模擬器 我們就可以再做 下一個遊戲的選擇 那基本上我們沒有辦法花太多時間去測試 因為 基本上它的運行就是真的是非常OK 那裡面的話其實不只是像 Sega Saturn Nanomi 這些家用主機 裡面也包含了 掌機 也有這個接機類的部分 所以我們接下來 也給大家試一下就是接機的一個操作效果 好再來Leo執行的是Neo Geo CD 這個也是比較少 模擬器會去裝載的一個模擬器 那一樣是可以運行 但是這個其實 基本上這個大家應該很熟悉啦 就是越南大戰 其實在很多的 接機的模擬器裡面也可以執行這樣的遊戲 差別在Neo Geo CD的話 有一些特殊的遊戲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一個操作 其實玩起來的話又是 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有些人可能就是 比較鍾愛這個CD的這個模擬器的部分 好那控制上也是沒有太大問題 好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模擬器 好目前操作是 當年也是非常流行的這個大型機板的俄羅斯方塊 這也是SEGA很經典的一個遊戲 那操作上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說 這台機器其實就是可以把 當年呢你喜歡玩的一些遊戲呢 重新再透過這台機器做一個 回味 然後他操作上來說都是非常直覺的 就是你可以用手把的方式呢 去選擇想要執行的遊戲 好控制就是現在 大家畫面上看到這樣子 非常的輕鬆 那玩起來的話其實就是很有以前的味道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還可以做其他的這個 這個任天堂的遊戲執行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效果 好現在給大家執行的是 早期的紅白機的模擬器 那也是很經典的遊戲 就是企鵝達冰磚 要一直往上走的一個遊戲 那現在 還有印象的這個玩家應該都已經當 爸爸媽媽了 可能當阿公的都有 那其實這個 操作起來就是很有以前的感覺 那這個手把的部分大家也可以去買 就是模擬成早期紅白機的手把 只要他是USB的這個功能手把的話 一樣是可以在這台機器上面做操作 不管是畫面跟這個聲音都是跟以前一模一樣 就原汁原味 所以這個這種模擬器整合的遊戲機的他的特色就是這樣子 就是 可以讓你玩很多不同的這個模擬器的類型 就不用頻繁的去切換 不同的主機 好那我們接著再看一下下一個模擬器 好再看到的是Gincast DC的模擬器 那基本上就是 大型的模擬器呢在這台機上面的操作都是沒有太大問題 這也是 Rio覺得這種模擬器整合的遊戲機來講的話算是 比較讓人家會喜歡的地方就在這邊 就不用平凡來去設定不同 模擬器的部分 一台上面就可以做很多遊戲上的操作 好我們稍微試一下遊戲畫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個部分 Geeey I'm gonna make some crazy Buddy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好畫面也是非常流喪 這是瘋狂計程車 野芹也是非常好玩的遊戲 但通常不會真的去載客人 都是 亂撞 像 俠道列車桶的玩法一樣 都是隨便亂撞的 好還有很多的模擬器呢我就不一一測試了 基本上它可以值錢的都是非常OK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冷門的 模擬器材還有下補的 包含就是還有3DO的部分 然後我都有測試過都是 可以正常去做操作 但是因為實在是 太多模擬器 全部試完可能會 比較花大家 太多的時間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台灣也有廠商 有一家叫 旅遊街機的 就是Rio很常拍的這一家 它基本上 他們家也有做這台機器 叫做遊俠寶 也可以參考一下 Rio的開箱影片 他們是有私體電部可以去做一個測試的 不過這一台因為它是國外開發 所以可能就沒有店家會擺出來給你試 不過他們的概念是相同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 參考一下 如果你想要 摸摸看這樣的遊戲機 不一定要入手 但是想要感受一下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店家 他們在新北市的蘆洲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最後也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介面的部分 我們還可以透過UI設定的部分 去做一個修改 像我們可以把 布景主題呢 改掉 它其實又是另外一種風格 有沒有 我們可以改成不同的方式 去做一個執行 那點進去之後呢 旁邊就會有這個 一樣是會有遊戲的一個預覽的部分 那其實操作上來講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你可以從畫面上感受一下 你想要執行的一些 遊戲的內容 左右的部分的話 可以去切換這個 遊戲的部分 包含模擬器的部分 都可以一直自由的 去做一個 切換跟調整 這邊有非常多 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多 可以做執行 那最後呢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看到都是一個 遊戲機的架構 都是在這個 操控的一個面板裡面 包含懸彈的部分 都可以去做調整 事實上它有一個 機上盒的功能 我們就是先把它的記憶卡 退出 再重新開機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它的 機上盒的架構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Leo已經把 那個機器卡的部分退出來 然後重新開機 就會 回到這個機上盒原本的架構 是B-Link的一個 機上盒的一個系統 那我們就先等它載入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好現在進來就是 機上盒的一個介面 那這時候就不用手把 我們可以用它的遙控器 來做一個控制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它的介面 那我們可以透過 這個下面的 選項的部分 看到裡面可以安裝一些 自由的應用的部分 而且裡面也有 這個裝載Play商店 所以你只要登入自己的 Google帳號呢就可以去做一些應用的下載 那因為它硬體夠強 所以這邊可以安裝你自己想要進行的應用 包括一些 ANGLE的遊戲 基本上它也是可以帶動的起來 它其實算是 非常OK的 那我剛才有開了這個 安裝的YouTube 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已經 事先搜尋了4K的影片 因為這台機器播放4K也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稍微給大家示意一下 就是播放4K影片的一個感覺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 Leo已經把它的畫質的部分改成4K了 我們可以從這個 上面的齒輪的部分 可以看到 畫質的部分已經是 2160P 已經改好了 我們就直接把它放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4K的一個播放的效果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不錯的播放器來做操作 它可以是一台 優秀的遊戲機也可以是一台 不錯的機上盒 當然你要播放一些 4K藍光解法的影片 串接自己家裡的NAS去做操作 都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基本上它的運行起來是 非常OK 那再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除了可以做這個 應用的安裝操作之外呢 其實呢如果你有 這個搜尋的能力的話 你可以去找一下網上有料清電TV的應用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好用 因為它可以讓你的機上盒 直接瞬間變成一個 像類似MOD的概念 可以用來看電視 像我給大家試一下 裡面有直播的部分 我們可以直接 做電視頻道的一個操作 它的運行速度也是非常的快速 稍微切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當電視的部分操作 當然呢它還具備了什麼功能 它也可以用來做 電影的操作 所以它就是有點類似MOD的一個 概念 那這個的話下一次呢 再跟大家特別介紹 這個影片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話 我會專門 拍一支晴天TV的介紹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我們再一次回到這個 很久的介面的部分的話 還可以安裝其他的應用的部分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的架構 那它用的不是很新的系統 它用的是安卓9 可以在這個系統的關於的部分 可以看到 但是雖然版本不是受到非常的新 但它的自由性來講 也是非常的強 而且它的 本身的記憶體構大了 4G的Rain 64G的儲存空間 所以其實操作起來效果 還是非常的OK 那這邊就是你可以自由去做一個 安裝 那剛才Leo是把記憶卡的部分 把它這個彈開 然後再開機 那現在我有把記憶卡的部分 又把它插回去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重新開機呢 就可以再回到遊戲機的系統 好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 重新啟動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在 自由的在機上盒跟遊戲機的兩個系統裡面 自由做一個切換 好現在已經重新開機了 那我們看一下它就會自動 進入到遊戲機的一個系統 好那大致上的操作就是這樣 非常簡單 好那今天介紹也就差不多到這邊要告一段落啦 基本上它可以做 遊戲的操作 機場的操作 而且遊戲的效能 模擬起來又非常的不錯 好那 這邊的話因為裡面有太多的遊戲 都是算是 比較沒有版權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這邊也沒有辦法去推薦大家去買這個遊戲機 但是就一個分享的性質告訴大家 有這樣子的產品在市面上 而且甚至在 國外啊 包含亞馬遜的網站也有在賣這樣的產品 所以說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稍微 稍微查一下 好那Leo這邊會在影片的資訊欄裡面 提供相關的資訊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今天介紹的最高一段落啦希望大家會喜歡Leo的介紹 那我們就下一個產品再見 掰掰